周末又到了 狐狸猫和朋友们在家一起用Netflix看了少年拍的奇幻漂流 影片结束后 狐狸猫左思右想提出了它的问题 拍在船上漂流没水喝时 为什么不直接喝海水就好了呢 海水盐度约3.5% 人体的浓度却只有约0.9% 海水的盐分对人类而言太高 会造成人体细胞脱水 所以不能饮用 人类可以直接饮用的水 盐分较低称为淡水 原来水还有分成海水跟淡水啊 那水的盐分不同 是不是也能形成不同的生态系呢 没错 不同的生物对水中盐分的适应程度也不同 所以可以发展成不同的生态系 而且地表其实有70%是被水所覆盖的呢 这些水域依据水中盐类浓度 由低至高 可分为淡水生态系 河口生态系 和海洋生态系 这些水域又可以根据性质的不同 分成不同的区域 像是淡水 可以根据流速分成进水水域和流动水域 海洋则可以根据深浅分成潮尖带 潜海区跟大洋区 我看拍在海上漂流了那么久 海洋是不是很大啊 地球水域中 97%是海洋哦 意思是那么多水 只有3%是可以喝的吗 剩下的3%中 淡水只占1%哦 所以淡水是非常珍贵的资源呢 那同样是淡水 流动水域和静止水域的生态系 有什么不同呢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不然我们明天一起去问生物啦 是吧 老师 流动水域和静水水域的生态系 有什么不同啊 它们最大的差别就是流速 河川跟溪流因为流速较快 为流动水域 而湖泊跟池塘因为流速慢 为静水水域 想想看 学校的池塘里都有哪些生物呢 池塘里常常能看到浮瓶跟荷花 静止的水面也很适合浮游藻类生长呢 日月潭水面很平静 应该也属于静水水域 那日月潭和池塘的生态也一样吗 日月潭属于湖泊 池塘跟湖泊的物种分布不太一样哦 池塘因为面积小 深度浅 阳光可以照到池底 所以水底可以有植物分布 生产者为浮游藻类 和大型水生植物遍布各处 湖泊因为面积大 而且深度深 生产者以浮游藻类为主 大型的水生植物则多分布在湖边 不然就会因为湖底照不到太阳 而无法行光合作用啦 常见的消费者 有鱼类、节肢动物、软体动物 和两生类、蛇和水鸟等 地里曾经交货 河川与溪流 上游流速较快 水流快容易把东西冲走 所以附近的生物 应该要有可以附着的构造 没错 面对湍急的水流 生物们需要有特殊的构造来适应 像是樱花钩稳归的流线行生区 可以减少阻力 生产者主要为 可以避免自己被冲走的 固着性枣类为主 还有水生植物 岸边的险台和蕨类 以及两岸的植物等 除此之外 消费者主要利用两岸的枯枝落叶 作为养分来源哦 昨天我和小树蛙 一起看了少年拍的奇幻漂流 小树蛙告诉我 海洋生态系可以分为 潮尖带、前海区跟大洋区 那拍漂流的地方是哪一个区域啊? 海洋生态系的特色又是什么呢? 海洋每个分区的生物都各有特色哦 拍主要在大洋区漂流 是位于前海区之外 水深超过200公尺的区域 这个区域因为水很深 阳光无法完全穿透 所以又可以分为 透光区和黑暗区 透光区可以让浮游藻类行光合作用 消费者就主要是以浮游藻类为食的 各种鱼、虾、鲸豚等 黑暗区阳光无法到达 所以缺乏生产者 那里面的消费者们要吃什么啊? 黑暗区的消费者 大多以透光区生物死后 沉降下来的为食 而且因为环境黑暗 所以生物们也各自发展出特别的构造 像是安康瑜就能依靠发光吸引猎物哦 那电影最后救生艇被冲上海岸 海岸的特色跟大洋区应该不一样吧? 它们上岸的地方称为朝间带 朝间带位于海陆交界 是海水长潮和退潮之间的区域 你们觉得朝间带的生物 应该要具备什么特征呢? 海水一直长潮和退潮 生物应该需要适应海浪冲击吧? 石唇、台湖都可以固定在岩石上 应该都可以适应海浪冲刷不被冲走 没错 朝间带的潮汐变化很大 所以生物也需要发展出能够适应潮汐变化 沙石堆积形成的平碳区域 说到鱼,狐狐猫的兴致就特别高呢 之前爸爸妈妈带我去增文西口玩 西口也是靠海的地方 却和刚刚介绍的朝间带不太一样耶 西口属于河口生态系 河口是河海交汇的地方 地势平缓、流速很慢 而且有大量的泥沙堆积 那河口的盐分应该会比淡水高吧? 一般的植物可以生存吗? 河口生态系受到潮汐变化及河水的影响 水位会有周期性升降 形成干湿、盐度变化大的环境 所以这里的生产者具备耐盐的特性 水鼻子就是其中一种 而且消费者不会直接食用生产者 而是等到枯枝落叶被分解成碎屑 混在泥沙里再食用 所以河口的泥沙里其实有满满的营养哦 河口生态系的消费者有哪些啊? 常见的消费者有招潮屑、弹图鱼等 淡水的红树林就属于河口生态系 大家可以趁假日亲自去走访看看 我喜欢和那些东西 chairs 学到了这么多 那我们再动脑想一想 诗地实现于陆域及水域之间的地带 台湾有好几处湿地被纳入自然保护区 设立为国家公园 想一想,湿地在生态上有何功能呢? 欢迎你去寻找答案,并留言在下方 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